跨越时光穿梭惊喜 继续来看台湾传统的八家将 结合多元创新元素 将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2020年底 黑衣文化传承舞团 与中国科技大学跨域合作 运用最新引进的4D摄影棚 容机影像拍摄技术 并结合街舞 创作出全台湾第一支4D八家将街舞 震撼的画面让人惊呼 原来八家将也能很新潮 这项技术近年来才广泛地 运用在好莱坞的影像制作 而未来透过创新科技 台湾更多宝贵的文化资产 与在地文化 也将有更多彩多姿的呈现 我觉得文化一定是活的 只要我们大家一直去做它 它就一直活起来 韩国有K-POP 日本有J-POP 台湾有T-POP 酷炫的特效 轻快的节奏 可别以为这只是一般的街舞 八家将结合街舞表演 配上科技感十足的特效 这支全台首创的四滴八家将 街舞影片 除了中间的舞者是真人 其余的都是虚拟人物 幕后的拍摄准备与科技创新 堪比好莱坞大片 两个两个一队 那他们是扇子拿在外手 扇子拿在外手 那他们起步是钉字步 钉字步就是一定要这样子走 就要讲一定是要这样子走 就是他的步伐一定要经过 经过你的脚跟 对着前来采访的我们 示范八家将出阵的步伐 他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教授陈丽娥 从小习武 更专研台湾的风俗文化 在他眼中 八家将正是利于美的展现 那如果在表演的时候 他们就要跑跳步 跑跳步就是要跳起来 这种步伐 然后下来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个动作 点散 点散之后呢 我点散我还同时还要怎么样 还要亮相 只是这样的舞蹈 对于一般人而言 仍有距离 于是一群在学界奋斗的教授们 想出不如运用科技影像技术 捕捉八家将的精髓 红二线的打造这个光点 它会把光让摄影机把它拍下来 那理论上只要有两台摄影机 能够捕捉到一个光点的位置 它就可以知道它在三个位置 来 指哥我可以告我对一下 好来 左手 在三个空间的位置 所以你说如果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演员身上装置了一系列的这个 我们称为叫Optical 就是光学的标记的话 那我接着就可以知道 这么一个点的位置 再用它去推算出这个补架的运动 秘密妈妈的光点贴片 能让棚内的被动光学式动态捕捉摄影机 精准掌握演员的动作 强大的内建计算系统 能处理大量的影像分析 因应不同情境 在这个荧幕当中呈现的是 我们动作捕捉系统所看到的 我们在动作捕捉系统里面 可以看到就是它身上的这些光点的位置 然后再计算到它的骨架 那接下来我们再送到下一套软体 这套软体叫Motion Builder 我们通过这套软体把它的骨架去 retarget 就是所谓转移到各种不同的身形比例 不仅采用光学式的动态捕捉技术 更加入了全球仅六座 亚洲第二座的4D虚拟摄影棚设备 四面绿不仅的拍摄环境 搭配32支摄影机 以战式360度记录下舞者动作 跨界合作 出动了30多位工作人员 制作全场三分多钟的影片 我们应该是国内第一个吧 所谓的光学式的动作捕捉 跟容积捕捉结合的团队 那因为这两套 所谓的容积捕捉跟动作捕捉 它其实刚好相反 动作捕捉是 我可以捕捉非常精确的动作 而且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可是我的造型的这部分 我还要再花时间去做建模 我还要去做脸部表情 做很多最后面的很繁琐 而容积捕捉是完全相反 就是我身上穿了什么东西 马上我今天就可以捕捉下来 两套截然不同的影像技术 相辅相成 发挥出最大的效能 其中4D容积影像拍摄技术 近几年才被好莱坞运用 是一项新兴科技 台湾则是在2019年 由文化部耗资3000万新台币 从法国引进4D虚拟摄影棚系统 最大作用就是可解化数位内容 产制过程 拍1秒360度全拍得到 制作效率较一般传统动画 快5到10倍 是接下来多项领域的新趋势 根据美国商业资讯的最新统计 融机影像市场将从2020年的14亿美元 一路增长到2025年的58亿美元 其中又已运用在教育 医疗以及娱乐产业上最为广泛 动态影像建立后 就能运用在扩增与虚拟实际上 目前全球只有法国 日本 美国 台湾 设有4D虚拟摄影棚系统 也是首度运用在文化资产保存 像他们在做喊班的仪式的时候 他可能就有很多的走位 很多的步伐 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些很繁复的走位 像这个就是我今天传统去拍摄 不容易去可以全方位去看到 他们在走的时候 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走 拍1秒模型立刻建立 替台湾传统的风涂人情 整天不同于遗忘的记录形式 保存传统像八家将 关将手跟宋江镇的动作 我们之前已经做了三年 我们保存了这些动作就会想到 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让他 再做一些其他的用途 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说 这个东西并不是留下来就好了 而是本来镇头的东西就是活在 它是活的东西 其实一代一代它都会有不同的演绎 以赋予它不同的意义跟造型 包括像我们这次去结合街舞 正是因为每个世代对于传统 都有不同的定义 该如何创新 他们想到了得有年轻元素 于是找来台湾街舞界 小有名气的阿庆 好 敬拜 好 再一次 阿庆是这次影片中唯一的真人舞者 跳行舞来动感十足 前来学舞的学生 即便上了一整天的课 只能利用夜晚练舞 但只要见到阿庆老师 学员眼中就充满光芒 可以喔 灵活的肢体 流畅的律动 成来自他二十几年的街舞底子 六年前阿庆决定放下台湾的一切 前往美国进修 这趟旅程他亲眼见到当地舞者 将赞美上帝的狂派舞 融入了流行元素 带给了他人生不一样的视野与震撼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去做改编 那也将他加入这流行街舞的舞蹈文化 舞蹈里面 去做新的编排 让外国人看到就是 台湾的舞步跟大家不一样 几经思考后 阿庆与几位街舞老师决定走出 一条够台的街舞文化 以巴架将 关将手等在地文化 融入街舞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虽然走在一个草创的阶段 但也会因为这样子去影响到台湾更多的朋友 然后除了我们会去做这件事情之外 也相对会有许多人 因为这个理念而相对的 他们也会觉得 他们也愿意去尝试说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代表踢踏 为了传承与创新 三年前他亲自前往云林北港正玄堂 卢素首届贴身观察 学习巴架将文化 我表演艺术的东西做这20年来 没有比在跳架将的时候来得辛苦 前一天晚上就到庙里报到 然后开始画脸 然后开始准备 所以等于说一整个晚上 几乎都没有时间休息 阿庆不仅下乡努力学 也找来导演Juge 拍摄了架将街舞和观将街舞影片 让舞团慢慢累积人气 比较新潮的部分可能是视觉特效吧 因为在视觉特效我们在 现在后期制作 有很多很劝的效果 那是年轻人看了会喜欢的 那适时的加进去 就会让传统文化的展现 跟创新的这些元素完美的结合 独特的编舞风格带动台湾的传统文化潮流 新潮酷炫的影片中更深藏职人精神 这一次跨领域 力药专业脸谱画师林志贤担任顾问 替八家将开面 镜头前他一笔一画 重现影片中的家将脸谱 深厚的功力令人赞叹 这个角色叫干将军 代表着寻茶阴阳 所以说他的眼上会分成两个颜色 透过创新科技 传统文化和技艺都获得保存 展现新的面貌 而无形文化资产更与时俱进 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一样的演绎 透过这个方式 创造出属于台湾全新的舞步 科技能够把这些东西 能够保存下来 让我们知道说传统是什么 然后你可以做怎么样的应用 这个等于是一个新的契机 随着时代变迁 许多无形的文化资产 正面临消失危机 而数位科技的创新 为文化保存带来契机 也让世界看见台湾 下个单元继续来看 同样是遭遇传统与现代的冲击 海湾族女头目 廖丽华 内心的天人交战 更多内容 稍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看起来 看起来 你看起来 走 画的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